问题,我被教导不要要求诚实东西,只是为了精神上的成长,然而金钱和东西是我需要的。怎么办? 答你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。自始至终,圣经,都在问人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。 有些人注重视觉享受,有些人爱美食,有的人对他们的渴望直接了当。 你在高纬度的自我通过欲望的语言在和你沟通,不要欺骗自己。 你要知道你想要什么,并声称你已经拥有你想要的,因为你的审理的父是很乐于把你想要的赐给你的。 记住,你想要什么,你就拥有什么。